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1600公里 其实呢 现在地球自转真的是一直在减慢 不过幅度极小 每10万年才会减慢2秒 而本片假设呢 地球会大幅度减速 最终在5年后彻底停止自转 到时地球会怎么样呢 地球减速第一天 自转时速只慢了1公里 这相对于1600多公里来说几乎微不足道 然而这对航空领域的影响已经非常惊人了 因为现在的客机都靠卫星定位系统导航 这个系统呢 原本经过了人们精心的调教 然而地球转速的突然减慢 将让定位系统陷入混乱 电脑会把飞机指引到远离机场的地方降落 届时 全球乘客的生与死 只能由飞行员的临场发挥决定了 地球减速一星期之后 普通人将疑惑的发现 每一天都比昨天漫长了一点 他们没法确定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怪事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将会打击投资人的投资信息 世界股市因此崩盘 与此同时呢 空难仍然在频繁发生 很快便会突破历史记录 不久 全球航班都会停飞 人们要想远行 就只能骑火车了 又过了两周之后呢 更危险的海洋问题开始出现 那我们的地球是椭单形的 海水之所以没从古障的赤道区域流向量级 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地球自转的影响 一旦自转减弱 超过10亿立方千米的海水 将开始向量级涌入 加拿大将被水淹没 俄国的油田也将消失在海洋里 而与此同步的是大气层的改变 自转减弱之后 大气层也会和海水一起向量级游动 最先受到冲击的将是赤道区域的人们 随着大气的稀薄 他们的呼吸越来越难 其次受到冲击的是高海拔地区 海拔1000米高的城市 将像珠穆拉玛峰的半山腰一样难以呼吸 而海拔5000米以上的区域 人类将无法存活 距离地球自转减速已经过去了4个月 现在每天会有28个小时 白天黑夜都比原来长了2小时 这时又有可怕的灾难发生了 因为地球由三部分组成 液态的地核 固态的地漫和坚硬的地壳 它们原本是同步旋转的 但自转减速之后 每一层的减速幅度却不一致 它们产生的摩擦最终会撕开地壳 引发可怕的地震和火山活动 现在让我们总览一下全世界的情况 高纬度区域被海水淹没 而低纬度区域也因为空气 无法呼吸 只剩一片死城 现在只有中纬度地区上能居住 美国的堪萨斯州对我们来说并不有名 如今它却因为在美洲的正中心 成了全美仅剩的移居地 科学家在那里构建了最后的避难所 难民们也纷纷涌入 当他们赶往堪萨斯州时 都将被沿途的灾难所震撼 而如果他们途经沿海 还会见到真正的海库石烂 由于海水涌向两极 很多港口将完全干涸 潜水海岸也会变成陆地 许多原本隔离的岛屿都连成了一片 不过这里没有例外 那就是英国 最开始它附近的海水 确实会流向北极 海底将暴露出来 让英国与欧洲联通 但随着北极海水区域饱和 剩余的海水又将涌向英国和欧洲北部 那些曾经精美的北欧都市 都将化为水下一只 地球减速两年半之后 一天将长达120小时 其中60小时白昼 60小时黑夜 普通人难以适应这种漫长而颠倒的昼夜 将因严重失眠而神志不清 这种罕见症状 原本只困扰宇航员和潜水艇人员 现在却困扰着每个人 地球减速四年之后 自转速度将昼降至每小时60公里 和原本的1600公里比起来 看城市蠕动了 这时白昼江长达13天 期间吃热难忍 而黑夜降临之后 又是持续13天的撤过寒冷 就算动物们能活过此前的一系列灾难 现在它们也都将死于原寒 只有少数会冬眠的动物可以幸存 此外 大多数植物也会因黑暗和寒冷而死 也许北寒带的真夜森林 可以适应这种环境 然而它们生长的区域 几年前就已经被海水淹没了 这几年里因为北级寒域的饱和 海水一直从两极往中维度地区倒流 美国的大多数沿海城市都被淹没 最后地球变成了这样 南北半球各自形成一个大洋 而赤道区域因为海水消退连接成了一片 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区域因为氧气稀薄 人类无法生存 不过海水的退去让太平洋里出现了一片新大陆 它们因为层是海底 海拔更低 所以氧气浓度也足以呼吸 一些海洋学家本着数死一搏的精神 坐船去开拓那片新大陆 把它们比作末日时代的哥伦布再恰当不过 地球减速两年半之后 一天将长达120小时 其中60小时白昼 60小时黑夜 普通人难以适应这种漫长而颠倒的昼夜 将因严重失眠而神志不清 这种罕见症状原本只困扰宇航员和潜水艇人员 现在却困扰着每个人 地球减速四年之后 自转速度将骤降至每小时60公里 和原本的1600公里比起来 堪城市蠕动了 这时白昼江长达13天 期间炽热难忍 而黑夜降临之后 又是持续13天的撤寒冷 就算动物们能活过此前的一系列灾难 现在它们也都将死于原寒 只有少数会冬眠的动物可以幸存 此外大多数植物也会因黑暗和寒冷而死 也许北韩带的真叶森林可以适应这种环境 然而它们生长的区域 几年前就已经被海水淹没了 这几年里 因为北军寒雨的饱和 海水一直从两极往中维度地区倒流 美国的大多数沿海城市都被淹没 最后地球变成了这样 南北半球各自形成一个大洋 而赤道区域因为海水消退连接成了一片 当然这其中大部分区域 因为氧气稀薄 人类无法生存 不过海水的退去让太平洋里出现了一片新大陆 它们因为层是海底 海拔更低 所以氧气浓度也足以呼吸 一些海洋学家本着殊死一搏的精神 坐船去开拓那片新大陆 把它们比作末日时代的哥伦布再恰当不过了 因为那时卫星定位系统已经失效 原本的航海图也已经报废 就连天气都无法预测了 它们完全是摸索着想未知航行 现在本篇假设人类分离成了两大派别 一派以海洋学家为代表 它们想开拓探索新大陆 另一派则以留在堪萨斯州的科学家们为代表 它们想守住最后的孤土 虽然堪萨斯州曾是美洲的中心 但在一连串的巨变之后 那里已经成了一片海因区域 因为这附近的海洋曾经都是陆地 所以养料丰富 鱼类生长驯蒙 这样一来幸存者们就能捕鱼了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另一边海洋科学家们也成功登陆了新大陆 它们这边建立锋利发电机 并且开可农田 而这片大陆因为本来是海底 所以可用资源很少 但它们一旦开拓成功 就将拥有世上最大的依据地了 终于时间来到第五年 此时地球的自传已经完全停止了 不过它仍然在绕着太阳公传 所以现在一轮昼夜就是365天 如今白天就等于夏天 一次长到半年 而黑夜就等于冬天占据了另半年 在这个时候呢 海洋大气和光照已经异常稳定 几乎是趋于不变了 太阳指射区附近因为酒精制烤 温度将昼升至55度 高温和强风将摧毁一切 而在指射区和非指射区的交界处 将会有剧烈的气候变化 比如飓风暴雨等等 新大陆的海洋学家们就在此范围内 它们虽然因此苦不堪言 却也得以储存一年的用水量 从此不必为水发愁 但堪萨斯州的避难所就惨得多了 因为这里距离太阳直射区太远 没有降水 没有高低气压 甚至也没有风 更糟糕的是呢 由于全球气候过于稳定 所以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等到漫长黑夜降临时 这里的气温又骤降至零下55度 它们此前来以生存的余夜 将因为海洋结病遭受重创 避难所的末日从此降临 相比之下呢 新大陆的殖民者就幸运的多了 它们因为靠近太阳的直射旗雨 即使天黑时 依然有闭息的阳光 而且由于温度适宜 它们不需要破冰 就可以进行捕鱼 幸存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第六年过去之后 纪录片已接近了尾声 此时呢 全球约有65亿人失去生命 看萨斯州的避难所毁灭之后 一些流浪的幸存者也来到了新大陆 也许它们仍然能重建文明 人类仍然可以陪着地球 见证寒来数往 日夜交替 纪录片结束之后呢 制作方首先快为我们说 地球在五年内彻底停止 自传这种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 它们也严肃的告诫说 本片虽然只是改变了一个条件 结果整个地球却因此天翻地覆 这足以说明 地球的环境平衡 是有多么脆弱 好 즉 再束 来